Hello,大家好,我是在南虹飞 我现在在吉林省四平市的英雄广场 这个英雄广场呢 它是位于四平市英雄大街和迎宾街的交汇处 这个英雄广场呢 它的占地面积是一万两千平米 是2003年呢 由以前的四平儿童公园改造而成的 然后在这个广场的后面呢 有一座四平战役纪念馆 今天呢 我就是要去那边参观学习一下 然后在我们的镜头的面前呢 可以看到有个雕树 这个雕树呢 是叫做魂天仪 它是我国古代发明的一款 非常了不起的测试天象的仪器 它是西汉的一个科学家 叫做洛夏洪发明的 然后东汉的张横进行了改良 说到张横 我相信大家肯定会有印象 因为在我们小学的时候就有学过 关于他的文章 课文 有一篇课文就是讲 张横发明的地洞仪 它那个仪器呢 可以知道在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 当然它那个不能预知地震 但是能知道是哪里发生地震 因为在古代它那个交通是非常闭设的 在很远的地方发生了地震 但是消息传到京城的话是要很长时间的 所以它那个发明在古代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然后在我们的镜头前面呢 有一栋建筑 它那个建筑就是视频战役纪念馆 今天我们就是要到那里面去参观的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半 应该还来得及 因为它是四点半闭馆的 然后前面呢 正在表演节目吧 那有个搭台是舞台的 取票路口好像就在那个前面 我们走过去看一看 然后呢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领票处 好像没有人 在上面贴着通知 今天暂停开放 好吧 很遗憾 今天没有了 只能先参观一下这四周的广场吧 看看广场也可以了 其实这广场也不错的 明天来看一下会不会继续开放呢 然后在我们的镜头面前 好像这个是当年视频战役使用的武器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它这个是高射炮吧 其实我也是一瞧不通的 这应该是当年视频战役使用的武器 说到这个视频战役 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吧 反正我来视频之前呢 我就有听说过这个视频战役 这个视频战役呢 它分别分为四次作战 通常被称为四站视频 第一次作战呢 是视频解放站 第二次作战呢 是视频保卫站 第三次作战是视频攻坚站 第四次作战是视频收复站 然后它的时间段是在1946年3月到1948年的3月 然后在我们的镜头面前呢 它这个应该是喷泉 对没错就是喷泉 不过好像现在是看不到 要晚上肯定会有喷泉吧 好了我们呢就逛到这里吧 看看那个前面 那前面还有 我们到前面逛一下 好的 现在我们在广场的健身区域 然后在我们的镜头面前呢 是马仑星烈士的雕像 马仑星烈士呢 是在1947年6月四平攻坚站中牺牲的一名高级将领 他先后担任过八路军 即中军区骑兵团大团团长 然后还有八路军第六支队27团团长 进随一分区司令员 东北保安第一旅旅长 四平卫戍司令部司令员 还有东北民主联军西满重队的独立议司司长 然后呢 在1947年四平攻坚站中 6月23号傍晚 在和那个师参谋长分析战况的时候 深重榴弹 不幸牺牲 然后呢 我们现在在的这一块呢 是非常凉快的 因为这边树特别多 基本上晒不到太阳 然后呢 前面有很多人在这里打牌唱歌娱乐休闲 反正这里呢 是属于市民休闲娱乐的地方 而且呢 这里是纪念英雄的地方 非常非常的不错 好了 今天呢 就逛到这里了 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到这里 我是张龙肺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了 各位